但随着狂飙的收官,越来越多的观众表现出了对于第二部的期待,而关于这一点,也是如愿得到了剧方的回应。 日前有消息爆出,狂飙将会开启三部系列剧,除了大致的剧本设定之外,还出现了两位主演的人选。 据悉,这部即将启动的狂飙2依旧是延续第一部的故事,并且同样是双男主的设定。 而对于这双男主的人选,已经被曝暂定了张若云和人家伦。 如今的张若云,虽然在人气上可能还没有达到一线的地步,但是其出色的演技和庞大的流量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了。 如今,被曝在演狂飙2,无疑是热度拉满。 而对于另外一位男主的人选,大家更是在熟悉不过的了。 人家伦自锦衣之下热播后,其人气发展便呈现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。 无论是影视剧资源还是流量积累,都在成倍增长。 如今,人家伦在演大剧,还是首大人气男星张若云。 他们二位实力演员之间的对手戏必然会引起一波强大的看点。 再加上又是热播大剧《狂飙》的第二部,基本上可以认定爆款了。 目前,有关这部《狂飙2》的预热已经开启。 无论是剧本的设定还是演员的选取均已爆出,剩下的便是找个合适的时间官宣具体事宜了。 相信很快便会有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出现。 大家喜欢的话,不妨持续关注一下。